最臭不要脸的汉奸卖国贼工资就是胡锡进 我操你妈你可以去死了 听清楚吗 别误会了胡锡进 我骂的不是你一个人 是持有你这种价值观的 墙头草这种价值观 这种工资的所有人 不要骂胡锡进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说的很对 他代表了一个阶层的很多人的价值观 这些人是什么呢 就是宠阳媚外的公子 有一个代名词叫精英 我觉得其实对精英是不是有啥误解 如果精英都这比一样的话 赶紧他们死了 对不起汉字这俩字 听懂吗 但是真正确实有这伙人 而且这个很庞大的一个群体 我就不怕你们 你们这帮狗单在我眼里屁都不是 就在我身边也有不少人 朋友啊 这个那些亲近啥 这个那都有 他们认为自己生活的很好 他们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一整张嘴的 啊清华北大好 好你马了个币啊 然后啊 什么孩子未来有本事出国留学 全是宠阳媚外落后的价值观 出国有三点 我之前就说过了 第一点死在外面 第二点呢 啥也不是花了一堆钱浪费时间 第三点被人家策反回来变成间谍了 变成敌特了 听懂吗 所以说外国根本就不好 他们的特长就是颠倒黑白宠阳媚外 听明白吗 然后他们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然后他们条件还挺好 通过忽悠人 有可能北上广深各一套 听懂了吧 然后有可能纽约伦敦还一套 你要说是美国是霸权主义 要揍美国 要用核武器灭他 他第一点不同意 为啥 你等于把他的利益给打没了 一开战美国一冻结他们的资产 他们不就傻逼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反对开战 甚至啊 北大有位教授叫石英宏 他说啥了啊 他说中国应该主动放弃核武器 求得这个美国那个 就那意思 就直接跪下来 就是所有武器都放弃 然后让美国跟咱们好 那我现在问一下 美国一万多公里侵略咱们 一直都在欺负咱们 应该美国放弃所有核武器 放弃所有的侵略 放弃所有的那个战略轰炸机 核天挺啥的 应该迎合中国啊 他应该给中国跪下 我这么说行还是不行啊 你不是中国人吗 早晚有一天 美国会给中国跪下 记住啊 1950年他们就跪过 听懂了吧 虽然表面上打平了 实际咱们是打赢了 当年在那么落后的环境下 咱们武器装备那么差 都给人家有代差 都差两个时代 咱们都能打赢 听明白吗 更何况今天呢 所以说今天如此强大 你还在长他人自弃 灭自己威风 你不是汉奸是什么呀 所以说 无论是否是战时 无论是否是打仗的时候 这种动摇军心的人 应该抓起来 直接枪毙 凡是这类人 在网上散播这类谣言的 直接抓起来 不用审判 直接枪毙 都不但有冤家错案的 听清楚吗 最后一句话啊 不要听他们放屁 干死他们 我看他们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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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